我刚才的分析大家应该也感受到了哈西表是一个效率非常高的一种对数据的一种读取方式对不对 所以呢很多时候面试的时候是会考察你对这种东西的一个理解的 OK 我们来看一下这是一个实际的例子对吧 比刚才的实际更加实际 首先我们假设要存储一个数据 比如说这个名字叫做jobs对吧 我们要存储他们的邮箱 OK 比如说jobs的QQQQ邮箱对吧 乔布斯这个家伙他的Q邮箱是什么呢 这是key OK 他邮箱是什么呢 是jobsatqq.com 对不对 然后呢还有几个邮箱 比如说Bob的邮箱是BobQQ.com Adam的邮箱是Adam.i163.com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怎么去形成 这么一个散列表呢 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例子啊 咱们有个jobs对不对 它那是由四个英文单字组成的 jobs 废话嘛这不是 OK 那当然不是废话对不对 我们先经过这么一个散列的函数 就说把这个键转化成一个 它转化成一个什么呢 转化一个数字 因为我说了咱们要快速定位是不是 快速定位要给它一个门牌号 这个数字呢就是它的门牌号 好吧 然后怎么去转化呢 我们在这里演示的就用个阿克斯码 AC ASC对吧 2 2码的一种方式 直接把它转化 比如说Z转化成74 O转化成111 B转化成98 S转化成115 然后呢把它们加起来 最终得到的值是398 这是可能是一个相对比较大的值 对不对 然后呢 我们这边创建了一个散列表呢 是一个数主 然后呢 把这个 这个转化成多少了 Drops转化为398 对不对 然后把这个数据存储到 第398个位置 OK 存储到398这个位置 所以呢 我们能看到这条绿色带子 对吧 把它存储到了数主的第398项 存储成功 再来一个例子 我们下一个人 Bob OK 把这个B OB 对吧 每个都转化成一个数字 B是66 O呢 是111 小B呢 是98 加起来呢 是275 对吧 这有个 有个错误啊 275 275加起来之后呢 就把它的一个邮箱 Bob at Q.com 存在这个数主的275项 这里 OK 下一个 Adam呢 也是这样 A对应的 D对应的 对吧 小A对应的 小M对应的 加起来是371 然后呢 就把它放在371 这一项这里 OK 那这时候 咱们是相当于 有一条街 对不对 然后呢 把这些人的 都放在了 对应的一个位置 然后呢 给他们一个门牌号 门牌号 对吧 门牌号 那么这个门牌号呢 是连续的 咱们因为咱们数主呢 是从0123 这样过去 对不对 但是呢 我们也拥有了一个快速定位的能力 比如说 我想知道 Jobs的一个邮箱是什么 怎么办 首先 我们把 这个Jobs转化成这个398 然后直接去访问这个数主的第398项 是不是就可以了 对不对 所以呢 这是一个非常 非常好的一种思路 对吧 因为这种存储的 存储速度跟读取速度都非常的快 好 大家也注意到了 我们要去实现这么一种结构的话 最重要的是这么一个散列函数 对不对 散列函数 怎么去实现呢 在这里我们会 介绍大家两种散列函数 一种叫Lose Lose Hashi Hashi Code 这是一种 常用的一种生成这种散 Hashi 对吧 的一种散列函数 另外一种是D Z B 2 Hashi Code 这是第二种比较常用的 而且这种更为强大一点 为什么呢 待会就知道了 首先我们回到这个 散列表跟其他数据结构的一个优点 咱们已经介绍过 对吧 其他数据结构在获取值的时候 需要便利一个元素 非常非常的慢 那么散列表呢 可以快速的定位到某个元素 这个效率非常非常的高 所以呢 咱们来实现一下这个 这种东西呢 叫Hashi表 对不对 OK 这个例子我就删除了 实际实现咱们一个Hashi表 好 首先整体结构 Hash Table 对吧 等于Function 怎么会有代码提示呢 我看一下 上面我写过 对不对 好了 我们存储的结构是一个数组 OK 因为我说了 数组有一个快速定位的能力 对吧 好了 第一个我们要实现咱们的散列函数了 记得散列函数干嘛的吗 把一个key转化成什么 转化成数字 number对不对 转化成一个数字 然后呢 最终方便存储在items的某 的对应的这个位置这里 对不对 那我们要实现这个呢 叫Lose Lose Hash Code 等于Function OK 那这个 这个 当然呢 这个名字 对吧 Lose Lose Hash Code 这个名字呢 已经是 怎么说呢 已经是一个写好的名字 对不对 大家知道 它一定 有它自己实现的一个套路了 不然的话 我可能会随便写一个名字 对吧 那Lose Lose Hash Code 实现方式 怎么样的呢 它是一个通过asc2码转换的一种方式 比如说大家知道 知道这个东西什么吗 不知道百度一下 比如说A对应的码呢 是97 对不对 通过这样的方式去转换 比如说 刚才那个例子 我们去转换这个jobs jobs的时候 jobs 去转换它的时候 转换出来是多少 是74 对吧 然后呢 是11198 115 11198 115 是对应的 o是74 我给大家 演化 o是 哎呀 错了一位 对吧 呃 go74 o是111 然后呢 b是98 s是115 然后呢 把它们的值加起来 就形成了 咱们一个散烈的值 对吧 那咱们呢 也会接下来 也会用这种思路去实现 但最后呢 可能会 有一点不同 首先 hash 存储这个值 对吧 等于零 现在 好了 要获取 它们每一个 比如说 我们要接受 一个下注key 这肯定的 对不对 传有一个key 比如说 现在我们传的key 是jobs 我们要获取 它整体的一个 计算出来的散烈值 是不是得 便利它里面的每个元素 对吧 这是无庸置疑的 哇 i等于零 i小于 key 点less 然后呢 i++ 然后hash 加等 好了 接下来怎么办 把某一项 对吧 key的某一项 转化成 这个散烈值 就可以了 比如说 把勾 转化成74 然后加到这个 加到这个hash 这里 OK 那怎么去转化呢 就怎么把这个英文单英文字母转化成Axmar呢 应该是这样的 先给大家把这个方法介绍 比如说我们把一个key等于name OK 然后呢key 这个字符创立型有一个方法 叫做chartcodeadd 对不对 我们调用一下看看 得到的值是111 或者说咱们以 这个为例子吧 这个jobs 对吧 重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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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OBS OK 咱们调用key.chartcodeadd 第一个 获取到的值是74 对吧 74 大家想 不对啊 我们不是要对每一个去获取吗 那是不是应该这样呢 key的 比如说0 chartcodeadd74 那么key的的第一项 chartcodeadd呢 是111 对吧 这是一种方式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key的 这个字符创的下标访问的方式 去获取key的某一项 然后把它转换过来 OK 咱们把这个试一下 key的 的DI项 对吧 点 chartcodeadd 是这么写吗 chartcodeadd 没错 对吧 然后 我们consul log一下 是吧 consul log一下 hash OK 然后呢 咱们把这个函数拷贝出来 对吧 拷贝出来 然后呢 lose lose hashcode 把这个jobs 传续去看看多少 398 是不是咱们刚才计算出来一个值 成功了 对不对 398 通过aksmart转换的方式 把它转化成这么一个散列值 好了 那接下来我们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呢 那接下来我们要做的是 在返回之前 咱们不能直接luturn 要luturn一个hash 取余37 不要问我为什么取余37 好吧 因为它这种方法实现就这么实现的 OK 所以呢 咱们就不要纠结说 为什么老师 你这个取余37 我不懂了 没有为什么 对吧 没有为什么 它就是 可能是因为它取余37 才能叫这个名字 或者它叫这个名字 它就得取余37 OK 这是一种大家供应的一种实现的套路 好吧 好了 实现了这么一个散列函数之后 我们知道它的作用是什么呢 哼哼哼 最后是传入一个key 获取对应的 对应的什么 会对应的一个hashi code 对吧 一个 它的一个散列 散列值 不要这么叫 散 散列值 值 对吧 然后我们就开始实现 咱们的结构了 第一个我们要实现的散列的一个方法是 添加移除跟检索 很简单对不对 OK 第一个添加 this.put 等于function OK 通过key跟value 去添加 对不对 OK 首先我们要把这个key 转化成散列值 怎么转化呢 哇 position 等于 lose lose hashi code 对吧 把key藏进去 那么对应呢 就能获取到这么一个散列值了 然后再接下来 items position 就等于 value 是不是这样就可以了 就存储到这个位置了 对吧 我们看一下啊 当然 这里还写了个调试方法 咱们就 也写上吧 方便咱们去 看它的位置 对吧 position 加上 加上 value 对吧 看看哪个位置 存储了哪个值 OK 这个很简单吧 因为我们只是 通过这个 散列函数 对吧 把这个key 转成散列值 然后呢 通过这个散列值 直接把这个value 存储到这个数主的 这个散列值的位置了 比如说我们传进 传进去了 这个key是jobs 对吧 我们传入了 这个key 等于jobs 然后呢 传进了value 等于它的邮箱 jobs at163.com 对吧 qq.com 无所谓了 然后我们通过这个loose loose has code 把key传进去 获取它的position 是什么 position应该是398 取于37 对吧 具体的值 我就不算 取于37 总之是一个位置 一个数字 然后把这个value 这个jobs iq.com 这个value呢 存储到items 对应的这个position 这儿了 OK 这是它代码的一个实现流程 咱们来看一下 效果如何 呃 因为咱们有console log 对吧 这在这添加可以了 one hashtable 等于new 呃 hashtable OK ht.put 去添加一个 比如说jobs 对吧 163 呃 jobs hashtqq.com 同样的 再添加多几个 刚才例子吧 bob bob 啊 他们用的都是qq 小的 bob 啊 fq.com 好了 咱们先打开这个条台看一下 一个存储到了28位 一个存储到了16位 OK 这个应该可以理解 对吧 然后接下来咱们要做的是一个 获取的元素 啊 获取 获取 我们应该这样 哇 getitems 对吧 咱们写一下 看看items 现在是什么样的 好吧 大家应该会有点兴趣 对吧 看看我们存储出来会什么样 我们存储的数据 它是这样的 前面16个为空 直到 到了bob 点 iq.com 对吧 然后呢 又空了11位 直到这个jobs q.com 然后呢 它的获取速度呢 是相当相当的快的 对吧 比如说 你想获取 bob 它的邮箱是什么 直接通过转换它的 把它的那个key转化为 通过散列函数转化为 这个散列值 就可以直接获取了 好 下一个方法呢 是 我看一下啊 是 这个移除 remove 对吧 remove this.remove 等于function 我们要移除某key 应该怎么移除呢 也得通过这个position 其实很简单 items的哪项 通过这个lose lose hashcode 去转换这个key的那一项 对吧 咱们直接写就可以了 等于untify 就删除成功了 来试一下吧 ht.remove remove谁呢 remove这个jobs ok 咱们ht再去getitems 是不是这一下没有了 对不对 把它变为undify了 好了 这个就是一个移除方法 大家发现也是非常的迅速 对吧 大家从这个代码的这个 效果就能看出来 它确实非常快的 那如果你不这么写 如果你是用正常的push 什么写的话 那么你要移除jobs 比如说你 比如说如果你这么写 我再举个反例啊 我们不用哈希表的一个反例 对吧 name jobs 然后呢 email email是什么呢 这个jobsiq.com 对不对 然后呢 下面那个 那个也是 Bob Bob Q.com 那么你 如果是传统的使用 这种方式 纯动化 那么比如说 你要上去Bob 怎么办 你就得便利一遍 对不对 是咱们一开始解释那个例子 这样的话 性能跟效率都非常的低 而且代码写起来很麻烦 因为你得写for循环 还得写if的判断 那如果咱们用这种方式 在移除的时候 会发现哇 太舒服了 一行代码解决问题 对吧 好了 接下来下一个 this.get get 很简单,主要的重点是理解它的概念,为什么要这么存储 以及一个散列函数是怎么生成的 这咱们介绍的第一个散列函数叫lose hashcode 那我们要实现第二个散列函数叫djb2 这个名字有点变态 hashcode等于方式 对吧,这是一个方法,但咱们现在先不会实现这个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要知道为什么我们需要这么一个 为什么我们需要一个新的一个散列函数 因为我们要先知道为什么需要我们再提出需要它的一些优点在什么地方 对吧,这是咱们学习一个正常的一个方式 好,大家先把这个先写一下 我把这个窗口说小一点方便大家去参考这个代码 OK,这是哈希表全部代码 然后接下来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呢 我们要讲一个哈希表存在一个非常最大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 是散列表的冲突问题 OK,大家先把这个写一下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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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